在議會上面 這位高敏林議員在質詢的時候 他當然是針對 韓國瑜不是之前已經講了Yes I do了嗎 週末的時候 怎麼要做的是跟競選的活動有關係呢 你是個市長 你怎麼可以呢 意見很多啊 我們先來聽一下他怎麼說的 可是我要讓大家知道是說 他真的應該好好先問一下他的主子 花媽之前也講過什麼話 你也不先問問看 來看一段 您在媒體上面講說 您要利用下班週六日的時間 到時候再來選總統 也就是言下之意 選總統的這些行程活動 你會在週末假日跟下班後 身為市長 所有的行政首長 所有的政務官 全部都是責任制 沒有再分上下班 市長 您說要如果代職參選 利用下班週末假日的時間 來進行參選的活動 服務選 跑行程的活動 這個是不可行的 休假下班的時間 或者我請假 這個是依華都可以助行 好 看到這個高議員 我可以講說 真是一個平行時空議員 之前那個大機場 之前說要蓋 現在又說覺得很荒謬 不要蓋 然後現在說 韓國瑜是落跑市長 週末晚上休息的時間 你去競選活動 非常非常的荒謬 這是責任制沒有分上下班的 不過我們看到 陳菊市長就講 下班就是下班時間 利用休假的時間 服選或是競選行程 這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這可能三條線的高議員 他主要講說 他是沒有再分上下班 因為是責任制 所以市長怎麼可以說 所謂的這個有沒有什麼下班時間 應該都是在上班的 結果陳菊花媽 其實也是在議會被質詢的時候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了高雄氣爆 就在2014年 結果那個時候當議員問他說 當時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在幹嘛 9點多的時候 請問你在做什麼事情 結果他說我下班 9點多是下班時間 結果你看 那個時候講得多清楚 9點就下班了 現在高明林議員 你也不搞清楚 你說的是責任制 沒有再分上下班 那這樣豈不是打臉 打到了花媽了嗎 劉智 我要挑戰一下謝龍介 我小孩放肥就回家 你小孩放肥就回家 對不對 這次也比較順了吧 這句不覺得百用嗎 只要用在民進黨上面 所有的新聞全部都可以用 你有沒有發現 任何 就是只要民進黨說的 他有力的 或是他要做的都可以用 這個時候就是他們小孩放肥 就斷在那裡 只要所有 只要國民黨現在要做的 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小孩放肥 斷在那裡 很好用 我覺得 真的 每天都可以來講一次 對 如果國民黨文傳會 需要人才的話 我覺得這一段滿好用 因為我也不覺得 很好用 我覺得就是如此 尤其我跟 因為我如果以示我的陳曲 我現在如果是國民黨文傳會 我可能會弄一個圖 你知道嗎 你們這麼高的小孩 每次都衝到你們祖母這邊來 我明明講過的事 你們也不去Google一下 每次都在議會打我的臉 你們很煩 你不要以為我在總統 我當秘書長很閒好不好 因為每次講 也經過我跟我問一下 我自己講過 我自己知道 對 他自己講過好像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自行曲打臉 自己打臉 對 陳曲這個 老的 有沒有做功課 對 老的老少的少 奇怪你們記性也真的很不好 我覺得陳曲現在自己在 統統府裡面 真的很氣高明寧 真的反講過必留下影音 現在影音就在這裡 對 然後他講要氣自己 也不行 因為他連他自己都忘了 還打自己的臉 我覺得明明講 這部分真的還挺好笑的 你看高中市議會 已經多少好笑了 韓籍混有沒有 很高興 找到一個slogan 我可以噎韓國瑜了 韓籍混 結果被人家倒打臉 韓國打擊這些混蛋 或打擊這些鬼混 你看這就高雄市議會 這些水準 這些新的議員 我發現議員委員看到 或者軍議委員 看到現在徒子徒孫 你們真的是覺得 你們這裡都沒師父在傳 都沒人在教 我覺得 這個民進黨著視經費 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我們這種輔選什麼的 我跟你講這個 陳曲算小咖的你知道嗎 他講這種話 我跟你講 你還好意思講韓國瑜 有一個人跨海 你知道 那個駐日 幫助日本 不是幫助 對 我說駐守 駐守日本那個 他可以跨海浮選 每天 可是你換成幫助的駐 現在也沒有為什麼 大家理解是這樣子 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中文程度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可能搞不太清楚 我以為是幫助的駐 他應該是駐守的駐 現在也是駐日 常在幫助日本 也是幫助台灣 但是我覺得他是駐選代表 好啦 幹嘛要提他 他可以從日本 這樣子所有的東西這樣 我跟你講 他還可以請假 回到台灣 幫他的團隊們浮選 人家都跨海都可以了 韓國瑜 你本來就不行 因為你又不是我們民進黨的 我跟你講你光跨出高雄市 我就要修理你 對 看來現在是這樣 對 你請一天的假 只要不是做高雄的事情 我跟你講我就從頭定理到尾 就是落跑市長 但是我可以 我陳菊 我跟你講我只要下班時間 我說了算 我跟你講我謝長庭 我跟你講連日本我都可以 我連飛回來 我上班時間請假1123 他好像1122就回來了 選舉前兩三天回來浮選 可以 日本不用管 反正日本那時候沒有大地震 放在那邊也不會爛 回來浮選 他可以 這就是 小孩放肥就長在大 小孩放肥就長在大 我覺得整個環境已經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高敏林 他今天會做這些事情 他已經有恃無恐 我覺得他只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就是要自我毀滅 我想高敏林應該不會笨到 去自我毀滅 自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之後 他自己打自己連瘋狂打 我覺得他應該不自己 雖然徒子徒孫沒有這麼厲害 但是也不會笨到這種地步 另外一種可能是什麼 他的記性不太好 我覺得他就應該要多 跟中天合作 因為我們中天的資料庫 一項非常完整 他要講什麼之前 就跟徐福講一下 跟玉琴講一下 或者跟中國時報這邊 調個資料 應該也都調得到 免得每天都自己打自己的臉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真的 我這邊都不太好意思評論 他想要呼嚨 想說反正大家都不會看 以前舊資料不會查出來 但是不曉得說 我們大陣子大爆掛 最會查 最會找資料了好不好 另外一種可能 高敏林根本不管陳菊你知道嗎 我就喜歡玩你 我一定要把陳菊玩到死 玩到慘 反正只要陳菊講得過的話 我一定拿來再來打國民黨 然後再被人家打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高敏林真的很深 因為在抽籠套路真的太深 佩服佩服民進黨的選舉 對 而且高敏林 今天不是還在質詢的時候 針對韓國瑜 是所謂代職參選 也是很有意見 可是我要請教一下 因為陳菊就在不久前 沒有多久 就去年而已 去年的時候 不是他也很努力的 在總統府裡面 雖然是秘書長 可是他勤於在跑選舉嗎 在輔選嗎 結果那時候被質疑 結果那時候陳菊怎麼講 他說休假或下班時間 沒有動用行政資源的話 就可以依法輔選 依法 所以沒有違法 都講得很清楚 那時候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他幾乎請很久 就因為陳其邁 以為陳其邁選情不好 他很多時間都留在高雄 所以大家說 你到底是離開高雄沒有 他們總統府秘書長 一天到晚都在高雄 就想怎麼樣 把陳其邁的選情救起來 都沒離開 他沒離開 沒離開高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高議員 你真的拜託一下 你要舉有太多 而且我想民進黨有請假浮選 他有的還是有請假 有時候陳菊還有案例 根本就是在上班時間 就會喬黨內的事情了 結果他的黨的秘書長 還是總統府秘書長 所以我們不不都笑說 也虧 說總統府秘書長辦公室 很像是民進黨的選舉辦公室 之前是地方選舉辦公室 現在是蔡英文初選辦公室 因為菁恩導演就在看 怎麼樣讓蔡英文 趕快民調可以升起來 然後趕快初選可以繼續 所以這些我們都知道 所以以這個 以韓國瑜來禮拜六 決定參加一個造勢活動 有什麼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 而民進黨就說他不只是在 不要講什麼下班後 民進黨就講下班後浮選 這算是好的 他上班時間浮選紀錄 要講明天我們要有一個 還有工房大戰的李靖勇 李靖勇要當中選會主委 他在當雲林縣長的時候 還利用各縣市的座談會 裡面還發蔡英文 四年前發蔡英文的選舉文宣 民進黨做案例太多 所以我真的覺得民進黨真是 民進黨完全沒有資格 他自己的黑記錄才是一大堆 而韓國瑜一點問題都沒有 禮拜六去參加一個造勢活動 這本來就沒有關係 然後再來我提到 我還是要回頭來想一下 剛剛前面那一趴 我還是要很慎重 我們現在國民黨初選 我本來都覺得民進黨 初選比較好看 真的現在初選一直在那邊 可能會沒收初選 可是國民黨最近 可能應該就因為初選 越來越激烈狀況之下 我這還是要拜託一下 大家要約束 因為我們不約束 不彼此約束 現在有一個人坐享其成 完全都不用努力 民調一直在高 可屁 就是柯文哲 我完全看不懂這個選舉 所以拜託各位 我們自己本身 不要打來打去 然後在我們自己黨內 維持一個 你可以去講自己有多好 把自己長處發揮 包括支持者 可以把你支持的人的長處講出來 但是不要互相攻擊 互相攻擊在黨內 我覺得得不到任何好處 也得不到分數 甚至會扣分 所以我再次提醒 我們在黨內初選的時候 不要去內耗 不要互相攻擊 否則會對你支持的那個人來講 我覺得一點好處都沒有了 好 所以你看 剛剛講了 民進黨議員功課要做好 不要一不小心打臉 打到了自己人 還打到以前 對你很好的主子 這樣真的是 這樣這麼巧克力 真的 要刮別人鬍子之前 先檢查自己鬍子有沒有刮乾淨 不痛